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娱乐热榜,为您每天带来不一样的娱乐世界,首先,请给小编点个赞吧。 一场场科普,一条条最新消息发布,在大灾大难面前,明星娱乐的瓜,要让步于更为紧迫的消息发布,但一条人家轮大连的词条,却突然出现在热搜榜单,当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捐款捐物,在紧盯灾情动态,这个时候,一个明星的一条行程,突然登上热搜,这着实让人尴尬,看到自己被买热搜的明星,想必更是惊慌。 有人转发人家轮在大连的消息,有营销号鼓吹来一场偶遇,面对热搜,人家轮表示无意占用公共资源,呼吁大家关注灾情,不要关注自己。 人家轮的粉丝也在呼吁,人家轮无意占用公共资源,希望大家关注灾情,可以说,在社会信息更迭,关注灾情的动态中,人家轮的热搜横空出现,这突如其来的热搜,估计让郑主都发猛。 以往的明星街机,热搜不会靠前,前有出现空降的局面,这样的热搜,网友第一时间会感到反感,因为面对灾情明星,去某个地方这样的消息,却出现在热搜前排,让关注灾情的网友火大。 人家轮的空间热搜,很明显有被安排的嫌疑,艺人只有忙着降价热度,再三重申,无意占用公共资源。 那么对于这件事,你怎么看呢? 欢迎留言区留言,评论,订阅,再关注小编哟。 请多订阅,订阅,订阅,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